我们拿到了NV今年的次旗舰显卡 RTX4080 说实话我对于4080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因为NV给它定了一个相当离谱的价格 9499元 你要知道3080首发的价格才5499元 那除非你4080是强到离谱 只比4090阉割了一丢丢 不然我实在是想不出9499买它的理由 嗯? 现在我们也测完它的性能了 果然也是不负众望 哎呀要我说呢 这个4080也就值个4999元吧 那我们这次拿到的显卡是NV的公版4080 还有一张华硕的TUF4080 公版我这次是完全没想到 它会直接用4090的那个大散热器 照理说这卡TCP定了320W 完全可以用3080上那个小的散热器 现在搞得这么大让ITX有点难办 华硕这次的TUF4080散热也是非常庞大 这个架势压住500W以上我都不觉得奇怪 所以我之前猜47卡本来是打算用三星工艺制造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波散热对于4090来说都严重垄于了 更不要说这个4080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动手把这两张4080拆开 看看里面是怎么设计的吧 尽管外观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PCB部分公版4080和4090还是挺不一样的 尤其是这密密麻麻的空焊位 哈哈 这供电才焊了一半不到啊 留了21项核心供电的位置 总共只给了10项供电 哇这卖相实在是有点丑陋了啊 相比之下华硕这张TUF4080在用料上还像样一点 配备了15项核心供电 少一些空焊位观感上确实要舒服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哪怕是公版的10项供电也已经足够带着这颗AD103核心了 因为和4090上的大格AD102相比 它实在是太小了 仅仅400平方毫米的面积 4080上这颗AD103才和3070上的J104差不多大 哎呀真是小巧可爱的 并且它也不是完整规格的 4080在完整的AD103的基础上稍微阉割了四组SAM 总共只有9728个CUDA 这个规格如果你和4090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差距实在是有点大 4080的CUDA数量甚至还没有上一代的3080太来得多 这让我对它的性能有点不太乐观啊 缓存方面和4090一样 4080同样也给到了一个巨量二级缓存 一共是66Mbps 看来这个大缓存的策略并不是专为4090设计的 而是整个40系都是这么干的 由于用上了大缓存 再加上核心这么小一点 所以显存就顺势阉割到了256位位宽 NV这波重缓存 轻显存的思路跟隔壁苏妈的ADNA2有异曲同工之处了 不过显存颗粒倒是用上了22.4G速率的新的GDDR6插显存 比4090还先进一点 总的来说4080这个卡从规格上看实在是相当无聊的一张显卡 不知道它的性能能做到什么程度吧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3DMark的Time Spy跑分 上次我们测4090在这里能跑到36700分 而4080的话呢 它大概能跑到28000分出头吧 相当于是4090的76% 如果用华硕TUFT的飞工来跑呢 大概是可以跑到28600分 稍微比公版高出一些 如果我们再提高一下压力 跑4K分辨率的Time Spy Extreme 4080这个卡就只能跑到14000分不到了 仅仅相当于4090的72% 如果你和3090太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4080快了只有25%不到 这个表现确实是很一般 而且如果408016G是这样的性能 我们推测一下得亏NV把12G版本给砍了 只要真做一个12G版出来 能不能打过3090都是个问题 光追测试Port Royal的表现 4080就更加拉垮了 17829分的成绩仅仅比3090Ti快了22% 哎呀 你要说让人失望吧 其实我也早有预料了 最终的这个性能甚至还比我想的更高一点了 毕竟就以它这点点核心规模 你想跑上去性能也不太现实 对吧 不过功耗和温度方面表现就很不错了 Time Spy Extreme默频2760M的情况下 整卡的功耗平均只有308W 比起3090Ti低了不少了 它这个散热器更是强到毫无必要 我们整个烤机的温度就没超过64度过 温控策略上是和4090差不多 但离谱之处在于4080的风扇几乎就没怎么转 我们看了一下大概也就一圈转出头吧 你拿个纸巾放在上面 你都不太能感觉到它出风 哎呀 散热这一块真的是完全过剩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该跑游戏了 除了参测的公版4080和华硕TOP4080的显卡之外 我们还要介绍一下其他的硬件 这次为了和之前测试的数据做对比 我们不用重测了 所以部分游戏我们就会继续用超频的12900K来测试显卡 但是专业软件部分我们会换13900K来重测 主板我们使用的是ROG Z790 HERO 搭配32G 6000C30的芝奇幻风解的内存 电源用的是ROG雷神1600W 一上来 我首先就跑了优化比较好的APEX 1080P下由于锁了300帧 其实不太能看出差距 4080也能接近满帧运行 但到2K下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4080在这里表现还行 可以跑到平均237帧 而4K下和4090的差距就比较大了 4090跑209帧时4080只能跑到151帧了 但APEX有一说一 甚至已经是我们测下来4080表现最好的一款游戏了 如果你玩的是塔科夫的话 你会发现在塔科夫里4080是完全没有任何优势的 2K下受CPU平静的影响众生平等就不多说了 但到4K下4080领先3090Ti也只有10% 平均102帧根本没有强多少 跟4090更是差了老远了 而在《守望先锋》中更是出现了极为神奇的一幕 1080P下4090的GPU性能过剩 遭遇了CPU平静 而4080的表现却相当的好 比3090Ti强了34%的情况下 和4090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 结果到了2K下 居然4080的领先幅度还缩小了 只能领先25%了 反转了呀 这个时候4090不再遇到CPU平静 全力发挥之后是远远甩开了4080 到了4K下4080的优势进一步减小到只有18% 非常拉垮了 所以在不撞到CPU平静的情况下 4080这张卡是在低分辨率下的表现更好的 这就是这代砍显存带宽换缓存带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也测试了最近上市的新作 实名召唤现代帧帧2 这个游戏我们遇到的驱动问题非常多 什么各种闪退啊 各种bug啊 但是要论帧数的话其实看起来还行 1080P下4080可以超过200帧运行 2K144也可以满足 4K下一样可以跑到98帧左右吧 当然从比例来看 也就比3090Ti强了20%差不多吧 玩完竞技游戏之后 我也玩了一些3A 老头环虽然是一个3A游戏吧 但是它作为一个默认锁60帧的游戏 显然没有为解锁后的高帧率优化过 2K下完全是CPU平静 三张显卡是根本拉不开任何差距的 而到了4K分辨率下 4080差不多可以跑100帧吧 就领先个22% 差不多 相比之下 2077就是一款特别吃显卡的游戏了 2K下还稍微好一点 不开光追的话4080还能达到2K130帧 开了光追之后 正好可以跑到2K60帧以上 这表现还行吧 比起3090Ti强了33% 但是到了4K下 哪怕你不开光追 4080也只能刚刚跑到60帧了 开了光追之后只剩下30帧了 这个时候你就算开了质量挡的DLSS 都不够你补到60帧以上 对吧 所幸4080可以支持DLSS3的补帧 那么质量挡的超彩再去配合补帧的话 可以跑到4K光追83帧吧 还行 相比之下 战神对GPU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4080在这款游戏中的表现就有点糟糕了 2K149帧 虽然说帧率看起来挺高 但是仅仅是比3090Ti强了18%而已 4K下更是只有16%的领先优势 被4090远远甩开了 蜘蛛侠当中4080的表现也是一样 很菜啊 2K就不多说了 CPU瓶颈拉不开差距 到了4K下 不开光追4080的领先幅度也就15% 4090仍然是受CPU制约 没有拉开差距 但是一开光追之后 4090就远远甩开了4080 4080在光追下 甚至仅仅比3090Ti强了10%而已 这也太拉垮了 在F122当中 4080同样是表现普通 2K下很难和3090Ti拉开多少差距 到了4K之后 又再次被4090甩开 不过这个游戏因为也支持DLSS3 开了补帧之后 4080倒是能挽回一些颜面 可以满足4K120帧 目前DLSS3的补帧 大概有10款可以玩的游戏 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更多的游戏在适配中 另外一款散车游戏 D平线5里面 4080倒是表现得还不错 2K是接近160帧吧 4K下不接住任何的DLSS帮助 也一样可以跑到120帧 这游戏的优化也不错 并且D平线5对于40系卡还是挺友好的 不过要论神优化 谁也比不过《生化危机村庄》 4080在这个游戏里面 2K可以跑到300多帧 开了光追都可以跑到200多帧 4K照样能不开光追跑到168帧 开完光追也可以跑到135帧 这个RE引擎是真的牛逼啊 但是4K下4090和4080之间的差距拉得还是挺大的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大表哥2》当中 2K分辨率下4080还能领先23% 到了4K就只剩14%相比3090Ti的领先幅度了 有好几个游戏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4080这个显卡显然是不太适合越高的分辨率 我还剩下《杀手3》 4080在这儿的表现倒是还可以 2K无光追可以跑到300帧 开了光追之后就一下子被4090甩开了 4K下的情况也差不多 不开光追还行 可以跑到170帧 开完光追之后只剩45帧了 比起4090差了很远 另外一个游戏《孤岛惊魂6》的话 2K下似乎很难拉开差距 而到了4K下 4080也就比3090Ti强了19% 优势不算很明显吧 最后我们也跑了一个纯光追的游戏 《地铁增强版》 4080在2K下似乎表现还可以 平均可以跑到87帧 而4K下就一般般了 只能跑到50帧出头和4090存在明显的差距了 综合算下来 4080比起3090Ti仅仅提升了21%的游戏性呢 相比之下4090是66%的提升 这俩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4080真的很一般啊 尤其是考虑到4090的定价是12999 那我实在是想不通把4080这种性能的显卡卖到9499的理由啊 你想想上一代3080和3090之间 性能差距很小而同时 差价却远远比这次要大得多啊 3080首发价才定5499啊 这才是一个四骑进的应有的价格 这不比你4080要良心多啦 跑完默认的性能之后呢 我也试了一下超频 这里我用华硕TUF4080配合华硕的GPUTWICK工具来超频 把这张卡从2760MHz超到了3090MHz Time Spy超到了30200分的成绩 那这个超频潜力也就那样吧 大概是提升了7%到8%的样子 现代的显卡都喜欢出厂榨干潜力 其实留给我们的折腾空间并不是很多啊 最后我们也简单看了一下专业软件的性能 没想到在3D渲染这一块一反游戏的颓势 4080的表现相当不错 Blender里面甚至都没有比4090差太多 遥遥领先3090Ti 而Redshift这里也是一样 4080非常的快 比3090Ti的渲染快了40秒 OC渲染器没有前两位那么夸张 但是4080也一样有32%的领先 应该说40系的性价格在3D渲染方面还是相当强的 视频创作这一块就没什么优势了 PR和AE里面这三张显卡都差不太多 4090可能PR里面略微有一些优势吧 而在达芬奇里面 4080就只能和3090Ti一个水平了 和4090差了不少啊 40系卡在视频这一块的主要提升是来自于编码器的改进 所以跑Media Encoder的转码会比较明显 4080和4090的转码速度比3090Ti要更快一点 我觉得这种大型软件里面4080要说吃亏还是在显存上面 带宽不如真旗舰一方面 它这个16G的显存大小也肯定没有像24G那么的游刃有余啊 我还跑了游戏开发 那这个里面4080就比较菜辣 Unity我们测了光热烘焙 4080根本就没有比3090Ti强多少 远远逊于4090 而UE5我们测试了Nanite编辑室口更是如此 4080是被4090远远抛开表现很一般 不过工业软件测试Specviewperf里面的4080倒是还行 没有被4090抛开太多 多个项目对3090Ti都有一定的提升也算是合格吧 总的来说4080作为一个次旗舰 我觉得它性能上是不够格的 它都没有比3090Ti强太多 很多项目只能达到4090的70%的性能 这个差距有点太大了 更不要说它的定价 首发定价 让人毫无购买欲望 9499的价格我非常不推荐 讲道理你这次旗舰的性价比还没人旗舰的4090高 那你本事也是挺大的 要我说呢 这个4080也就值个4999吧 但也并不是说4080就完全一无是处了 这颗AD103核心确实很节能 散热的压力也不大 感觉拿来做甜品卡好像还不错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4080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说的好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 投币 三连支持我们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极客万的店支持一下我们各种周边 最近我们也上架了这款Pro款的长袖T恤 非常酷炫的一个设计图案 然后质量上我们也是严选了非常上层的用料 这个是我们做过的最高端的T恤了 感兴趣的同学不妨来看看吧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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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